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我叫赵丽,今年48岁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在镇上开了一家百货商店 平时每到农忙的时候 比如割麦子或者掰玉米 我就把店门关了,回家下地干活 咱是庄户人,这辈子离不开土地 更离不开庄稼 我幼年丧母,八岁那年 母亲突然发高烧,口吐白沫 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送到卫生院的时候就不行了 父亲又当爹又当娘 辛辛苦苦地把我和妹妹拉着打 自从母亲去世 二姑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她担当起了我母亲的责任 每到春天换季的时候 二姑就来我们家里 把我们爷撒的棉衣和棉被拿回家 给拆洗了 里面续上松软的新棉花 再给我们送来 父亲不会蒸馒头 也不会烙煎饼 我们只好拿麦子换馒头 这样比较浪费 远远不如自己做饭节省 二姑知道了以后 她不让我们拿麦子换饭吃了 让我们好好攒着粮食卖钱的 每隔几天 二姑就给我们送来一包袱煎饼 和一大筐子馒头给我们吃 父亲过意不去 装上两袋麦子给二姑送过去 可是二姑和二姑父都生气了 他们说亲故亲故 无亲不顾 既然大家是亲人 帮点忙还不是应该的吗 二姑红着眼圈说 哥呀 嫂子没了 你和侄子侄女过日子不容易 我也帮不上大忙 不就是给你们做点饭吗 可别把这是经常放在心上 说来说去的 让人家笑话 你要是给我麦子的话 那样就生分了 咱还是一家人吗 二姑父在村里干你瓦匠 能挣个零花钱 日子过得比较宽裕 我和妹妹上学的时候 二姑经常悄悄地给我们塞个三元五块的 别小看这三元五块的 那时候能买不少东西 我初中毕业之后 没有考上高中 就回村帮着父亲干活 妹妹读书很用功 头脑又聪明 高中毕业之后 考上了大学 妹妹上的是医学院 毕业之后 在市里的医院上班 我结婚的时候 父亲犯起了愁 一是家里没有钱 再就是母亲早已去世 好多事情 父亲一个大姥爷们 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操持 在农村里 结婚的时候 有很多风俗 比如结婚的头天晚上 要铺床 把新被子铺上 我们只隐隐约约听到过这些习俗 可是具体怎么操办 根本不清楚 这时住在东边村里的二姑来了 她说别愁这些事 有她呢 她都打听好了 保证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父亲拿出所有的积蓄 给我盖上房子以后 到我结婚 就拿不出钱了 多亏我岳父岳母家通情达理 没有要彩礼 可是结婚的时候 得买家具 家电 还得请酒席 父亲卖了几头大肥猪 又把东屋里的粮食 卖了三大红缸 只剩了两袋子小麦留着吃的 终于凑出来了买家具家电的钱 结婚那天 我们请亲戚朋友来贺喜 他们来的时候都不会空手 会多多少少带着洗钱来的 不过那个年代农村里条件不好 亲朋好友送的红包都很少 我们办了六桌酒席 招待亲朋好友 亲戚朋友走得差不多的时候 父亲把手里的钱 稍微归拢了一下 发现收的礼钱 还不够酒席钱 父亲收了四百块钱的猪肉 没钱付了 父亲唉声叹气 怎么办 我们爷俩走投无路了 二姑还没有走 他在院子里 帮助我们收拾桌子 二姑知道了以后 回去了一趟 到了下午 二姑父送过来了四百块钱 当时正是一九九七年 那时候四百块钱 可不是小数目啊 听说我们这里的拖产干部 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才二百来块钱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接过这四百块钱时的感受 心里百感焦急 当时就暗暗发誓 一定要报答二姑家的恩情 我的眼泪呱哒呱呱掉出来了 二姑父赶紧安慰我说 大喜的日子 咱不哭 二姑家有两个儿子 我这两个表弟都很有出息 大表弟大学毕业以后 在威海工作 听说他就职的单位 是一家合资企业 每年挣钱不少 二表弟在济南上班 他考了当地的公务员 媳妇也是体制内的 岳父岳母都是当地的 听说还是好单位退休 二表弟家庭很幸福 两个儿子有出息 二姑父又是尼瓦匠 二姑家的日子 在村里数得着 让人羡慕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那年冬天 二姑父心脏病突发 在睡梦中去世了 只剩下了二姑一个人 孤零零地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两个表弟都牵挂二姑 二姑也曾经去济南和威海 住过一段时间 但是二姑说他实在住不惯 城里的楼房 他也不会按电梯 天天窝在家里 吃不香 睡不着的 二姑强正着回来了 我去镇上开了商店以后 逢急的时候 二姑来赶急 就顺便过来做作 我就让妻子赶紧炒菜做饭 让二姑在这里吃了饭再回去 我妹妹结婚以后 就把父亲搬到了市里 住在他们家里 二姑和父亲 几乎每天都要打一个视频电话 在电话里 兄妹俩说着说呢 拉拉家长里短的姐姐们 两个表弟远在外地 不能经常回来 他们就从钱上 对二姑表达孝心和歉意 两个人每年分别给二姑三万块钱 这样二姑一年就能有六万块钱的收入 可是二姑经常对我说 人老了根本花不了多少钱 她一个月五百块钱的生活费都用不了 二姑说的是实情 二姑父的侄子 种着二姑家的几亩地 每年给她三袋麦子和一袋玉米 这些粮食基本上就够吃的了 二姑虽然年龄不小了 可是她很勤劳 在院子里开垦出了一片菜地 吃的菜是自己种的 二姑吃饭清淡 平时很少满鱼满肉 吃饭确实花不了多少钱 二姑根本不缺钱 我知道二姑渴望的是子孙绕席 但是这点是不现实的 两个表弟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已经在外地成家立业了 他们不可能回来陪二姑的 我告诉二姑 不逢急的时候 只要有空就来我们商店里玩 二姑经常骑着三轮车来镇上 在我们家一待就是一整天 两个表弟回来的时候 在镇上的饭店里摆上酒席 请我们大家都一起过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表弟总会对我表示感谢 感谢我对二姑的照顾 有一次表弟竟然还给我发了一个大红包 我坚决不要 我赶紧摆摆手说 表弟 你们放心就是 你们远在他乡 二姑在家里有什么事的时候 只要我知道了 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前些年 二姑没有少帮我们家 我一直刻骨铭心地记着 现在我给二姑做点事 都是应该的 我肯定不能收你们的钱 去年春天 一连五天我没有见到二姑的面 打电话的时候好几次才接 在电话里 我听到二姑说话 有气无力的 我问二姑怎么了 二姑说他有点感冒了 吃了药就好了 让我不要担心 又过了几天 二姑村的一个邻居 来我的商店里买东西 我问他是否见过二姑 这个邻居说 你不知道吗 你二姑病了 这些天你二姑父的侄子 一直用三轮车 拉着他去卫生院打针 我以为你知道呢 我一听就急了 赶紧骑上摩托车 去了二姑家 二姑病样样地躺在床上 见我来了 二姑的眼泪哗哗而下 我埋怨二姑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二姑说 知道我忙 既要忙店里的事 还得忙家里的事 不能给我添麻烦 我一看二姑的脸色不对 他说浑身无力 头晕得厉害 我赶紧租了一辆车 把二姑拉去了县医院 做了一番检查后才知道 原来二姑是脑梗了 二姑的病情比较严重 我赶紧打电话 告诉了两个表弟 他们拜托我先照顾着二姑 他们安排一下 马上就赶回来 妹妹知道了以后 她联系了他们医院的医生 让我赶紧给二姑转院 二姑去了市医院 在那里病情才得到了控制 两个表弟回来以后 待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 他们的工作太忙 不能长时间请假 两个表弟临走的时候 留下钱让我给请护工 我和妹妹商量了一下 在市里请护工 二十四小时就得花五六百块钱 太贵了 再说把二姑交给护工 我们也不放心呢 我和妹妹 还有我妹夫 轮流照顾二姑二十多天 直到二姑顺利出院了 可是由于二姑年纪大了 出院的时候 左侧身体不利索了 走路哆哆嗦嗦的 生活不能自理了 二姑一个人是无法生活了 我在村里找了一个邻居 当保姆来照顾二姑 一个月给邻居四千块钱 我们觉得 在村里四千块钱的保姆费 也不低了 毕竟在附近工厂打工的话 一个月也就是挣两三千块钱 两个表弟特意嘱咐了 不要心疼钱 他们说只要保姆能好好照顾二姑就行 刚开始保姆把二姑照顾得还不错 把二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顿顿也能热菜热汤的 那些日子我们这里忙着收玉米 玉米种得早的 成熟的早就已经掰完了 可是我们家的玉米种得比较晚 当时天比较旱 一直等了下一场雨才种的玉米 中秋节前后 我家一直在掰玉米 中秋节那天 两个表弟回来待了一会儿 下午就开车回去了 我让妻子蒸了一锅牛肉馅的大包子 二姑就爱吃牛肉包子 又给二姑买了几斤好月饼 两箱猕猴桃 中秋节下午 我给二姑送过去了 我去的时候 保姆也在那里 我把月饼和猕猴桃送给了保姆一部分 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她好好照顾二姑 我家种了五亩玉米 去年风调雨顺的 收成很好 我把掰回来的玉米晒在院子里 用袋子装好了 囤起来 妹妹中秋节前医院加班没有回来 她给二姑寄了点营养品 把快递送到了我的门头上 那天下午 我去给二姑送快递 到了二姑家的院子大门前 我一看门竟然锁着 我有些纳闷 保姆不在家吗 她去哪里了 我知道二姑家的钥匙 一直放在大门口东边的大石头底下 我把石头一掀 果然露出了拴着红绳的钥匙 我赶紧打开大门 在院子里喊了一声二姑 二姑没有应声 可能没听见 我几步走到了堂屋门口 推开门屋里黑乎乎的 也没有开灯 光线昏暗 我仔细一看愣住了 瞬间哽咽 眼泪哗哗而下 二姑坐在床上 手里拿着一块月饼 她吃一口就擦一把眼泪 皱着眉头咽下月饼 二姑一看是我来了 她难过地说 侄子呀 我和保姆合不来 让她走了 那会儿我又渴又饿 就从床头摸了一个月饼 垫垫肚子 我赶紧给二姑倒了一杯水 我犯愁了 二姑一个人生活怎么办 我分别给两个表弟都打了电话 说了二姑的情况 两个表弟非常着急 但是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他们离得远 有心无力呀 看到二姑孤独地躺在床上 我非常心疼 眼含热泪 我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 说二姑在家边哭边吃一块月饼充饥 其实 我给妻子打这个电话 就是想听听她怎么看待这件事 在打电话之前 我的心里已经有底了 我决定把二姑接到我们家里生活 感谢我的妻子 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善良人 妻子哽咽着说 二姑无依无靠怪可怜的 你把她接到咱家里吧 咱在楼上给二姑隔开一个小房间 让她住 白天你把二姑背到楼下 坐在商店里 人来人往的 又和她说话的 那样也不憋们了 我一听妻子的话 心里又高兴又激动 我三生有幸啊 能娶到这么善解人意 而又热心肠的妻子 回到了堂屋 我对二姑说 二姑 咱收拾一下 你去我家 今天下午咱就走 你别在家里受这个罪了 可是二姑一听 连连摆手说 侄子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不能去你们家 我要是去了 敬给你们添麻烦 那样我心里不安的 我说 二姑 这些年在我的心里 你就是我的母亲 我还没有成家立业的时候 多亏了你经常给我们洗衣做饭 那年我结婚 你们给的那四百块钱 我一直记着 苦于没有机会报答你 现在你遇到难处了 应该由我来照顾你了 你放心 你去我们家里 我们会让你安度晚年的 这时 二姑又哭了 她说 侄子呀 两个儿子都不在跟前 多亏了有你 看来遇到大事的时候 还得娘家人出手啊 没想到我老了 竟然得让侄子给我养老 我说 二姑 当年你养我小 现在我养你老 这是应该的 你不用见外 二姑是个名市里的老人 她认真地对我说 侄子 我去你家养老 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可是咱得把话说在名处 以前我雇保姆一个月给人家四千块钱 我去了你家以后 也给你四千块钱 要不我就不去了 我知道二姑的性格 如果不答应的话 她不会去我家的 可是如果每个月要二姑四千块钱 我们真的不忍心 现在我们家虽然没有没有大钱 但是吃喝不愁 不需要二姑给我们这么多钱 我想了想对二姑说 我要是不要钱的话 你去我家就觉得白吃白喝 心里不舒服 你每月给我两千块钱吧 就这样 当天下午我就把二姑搬到了我们家里 妻子把床上铺了崭新的被褥 收拾得暖暖和和的 每晚临睡前 我给二姑打来洗脚水 让她泡泡脚解解乏 妻子给二姑煮一杯牛奶 让二姑喝了 再端清水给她束束口 二姑说 侄子 侄媳妇呀 这辈子我没想过这个福 没想到在你们家 我却享受收到了这样好的待遇 两个表弟非常感激 他们说每月给我们两千块钱太少了 他非要每月再给我四千块钱 那样 我照顾二姑一个月就有六千块钱的收入 我拒绝了表弟的好意 生活中没钱不行 但是亲情更重要 我照顾二姑不是图钱 是发自内心的孝顺 我是二姑的娘家人 是她的依靠 孝敬二姑则无旁贷 亦无反顾 人要有感恩之心 当年二姑给了我无限的母爱 如今二姑无人照顾 我愿意床前尽小 姑妈也是妈 尤其是我的母亲早已逝去 二姑拿着我没有二心 对我疼爱有加 我要对二姑尽到赡养责任 我们需要更多的善意和温暖 谁都会遇到难处 你对我好 我对你更好 你帮我一分 我帮你十分 亲人之间就得互帮互助 生活会更加美好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刚跟客户签下一个大单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听见前台处传来一阵吵闹 还以为公司出了什么大事 我走过去一瞧 才发现在公司门口吵闹的 居然是我婆婆 谈下呢 让她给我出来 一个女人天天窝在公司里 像什么话呀 早点回家生孩子才是正理 她都跟我儿子结婚半年了 还不肯生孩子 这是要让我夜家绝后啊 看到这一幕 我瞬间有点头大 本来我跟叶景盛结婚前就说好了 这两年是我的事业冲刺期 我是不会要孩子的 婆婆虽然催过 但因为她儿子跟我一条心 所以也拿我们没辙 可最近因为她家亲戚 又添了一个大胖孙子 把婆婆刺激到了 所以昨晚又因为生孩子的事情 跟我们吵了一架 虽然最后熄火了 但我没想到 婆婆居然会直接 闹到我公司里来 我赶紧上前将人拉走 妈 咱们别闹了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婆婆一把正开我 谈下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给我们谈家生个大胖孙子 我就不起来 我就坐着闹 闹到你老板开除你为止 等你被开了 我看你回不回家生孩子 对于这种无赖 我并不会因为 她是夜景盛的妈儿 对她手下留情 于是我直接叫了保安 将婆婆强行拖走 婆婆不敢相信 我会这么对她 顿时骂骂咧咧起来 谈下你敢这么对我 看我回家告诉我儿子 让他休了你 你不就挣几个臭钱吗 有什么可横的 你在外面再豪横 也是我儿媳妇 你居然敢这么对待婆婆 我要去告你 对于婆婆的谩骂 我直接无视 毕竟对于这种人 跟她说话 纯属浪费口舌 我只看夜景盛 是什么态度 晚上等全家人回来后 婆婆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般 直接哭倒在夜景盛面前 儿子啊 妈今天可被你媳妇 给欺负惨了 你可得给妈好好教训 教训这个黑心婆呀 不等夜景盛说话 我那爱挑事的小姑子先开口了 嫂子你究竟对我妈做了什么 把她欺负成这样 我直接把从公司调出来的监控视频 往全家人面前一放 事实清晰 没有任何意义 摆明了 就是婆婆跑我公司闹事 夜景盛知道我这一路走过来 有多么不容易 有些无奈地说道 妈 你怎么能跑下下公司去闹呢 闻言 小姑子坐不住了 哥你怎么说话呢 妈这么闹事为了谁呀 还不是为了你吗 眼瞅着你都快三十了 连个孩子都没有 妈还不是为你好啊 可不是 公公也来插嘴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妹妹都上幼儿园了 你再看看你 都快三十岁的人了 还膝下五子 简直是不孝 我倒觉得你妈做得没错 倒是你媳妇一个晚辈 居然敢这么对婆婆 简直是无法无天 听见这话 我心中的怒火 瞬间声疼了起来 我问公公和小姑子 所以爸和妹妹都觉得 妈做得没问题是吗 小姑子得意洋洋道 当然没问题了 眼看丈夫和女儿 都站在自己这边 婆婆更来劲了 反正我话放着了 要么你自己辞职回来 给我们夜家生孩子 要么我天天去你公司闹 闹到你们公司不得安宁 我看你老板还能要你 我试图跟她讲道理 妈 你也是女人 难道我们女人 就一定得生孩子吗 我们女人难道没办法决定 我们的子宫用不用 该怎么用 什么时候用吗 婆婆却冷哼一声说道 我不跟你讲那些大道理 反正我只知道 女人不生孩子 这一辈子都不完整 我冷笑道 那你怎么不让你儿子 直接娶一个完整的女人 婆婆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又开始无理取闹 反正我不管 你现在要是不给我夜家生孩子 我就天天上你公司闹 我反正没工作 有的是时间 面对这种无赖 一般人可能就无奈妥协了 我却深知面对无赖 寸步都不能让 否则他们只会得寸进尺 电光时火间 我心里突然有了主意 于是我假意应道 好啊 那我听妈的 明天就去公司把工作辞了 专心在家生孩子 闻言 婆婆终于满意了 这才对吗 哪个女人不生孩子的呀 你就在家好好替我们夜家传宗接代 我们夜家又不是养不起你 我面上微笑着 点头表示赞同 心里却想着 明天到底是先去公共单位闹 还是小姑子单位闹呢 反正他们都觉得婆婆做得对 那我也闹一闹 应该不过分吧 我回公司申请了休半个月年假 老板欣然同意了 等回到家后 我就直接骗婆婆说我辞职了 婆婆很满意 以为终于有机会可以拿捏我了 马上给我立规矩 又是让我干家务 又是让我给她端茶倒水地伺候她 却被我通通拒绝 婆婆又不满起来 你现在都不上班了 连这点活都不能干 哪家的媳妇像你这么懒呢 赶紧干活去 我们叶家不养闲人 昨晚还说养得起我呢 这一听我把工作辞了 就立马现原形了 本来吧 这家务的确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分担的 但婆婆从来不让公公 小姑子和叶景盛干活 就使劲逮着我一个人使唤 我可不当这冤大头 眼看婆婆跟我叫上进了 我懒得理她 直接出门下馆子去了 等吃完饭 我就要开始上战场了 第一站 我打算先去小姑子的单位 小姑子所在的是一个福利还不错的事业单位 因为她会溜须拍马 所以跟领导关系处得还不错 据说也有个晋升机会在等着她呢 可惜啊 今天我就要让她摔个大跟头 在进去闹事前 我直接把电话卡给拔了 确保任何人都找不到我 然后我清了清嗓子 一头冲进了小姑子的工作单位 叶景盛 你给我出来 见我来者不善 一位大姐拦住了我 哎 你谁呀 找景盛干什么 景盛出去了 出去了呀 那更好 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把戏做全 于是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 我是叶景盛她嫂子啊 我不想活了 大家快来给我平平礼呀 呜呜 我寒窗苦读十几年 又一个人被景离乡 再是辛苦打拼了好多年 才终于在职场上站稳了脚跟 眼看就要升副总了 却被叶家人逼得我辞职 再加生孩子啊 我辞职了 可叶景盛 怎么就还能光鲜亮丽地在外面上班呢 这不公平啊 文言 在座的女同志们都有些唏嘘 一个年轻女孩愤愤道 你怎么就这么傻呢 他们让你辞职你就辞职啊 说到这 我又拿沾了洋葱水的纸巾 给自己熏出了一泡眼泪 你们以为我愿意啊 是我婆婆 也就是叶景盛她妈 跑到我公司大喊大闹 说要是我不愿意辞职回家 给她们叶家生孙子 就天天去我公司闹啊 我也没办法 更可气的是 叶景盛还说她妈闹得对 女人就该再加生孩子 呜呜 可是她自己怎么不辞职 回家生孩子呢 自己赖在这么好的单位里上班 却窜多她妈 把我的工作闹没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呀 听到这 刚才拦住我的那位大姐 木光里也充满了同情 劝道 其实吧 你早点把孩子生了 也算完成任务 等以后再入职场也行啊 我继续哭诉 可她们老叶家重男轻女呀 我婆婆说 必须得生男孩才行 没生到男孩就继续生 哪都不许去 叶景盟还跟她哥说 我要是生不到男孩 就让她搁踹了 我再娶一个 哦 你们快让叶景盟过来 我要好好问问她 大家都是女人 她何苦这么为难我呢 这话引得大家一片哗然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女员工 已经气得要吃人了 正当我要继续表演时 一句嫂子从身后传来 是叶景盟回来了 她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嫂子 你到我单位来干嘛 郑主来了 我更好发挥了 我赶紧从地上起来 一把拉住叶景盟苦苦哀求道 景盟 就当嫂子求求你了 你别跟妈一起 逼我辞职生孩子好吗 嫂子好不容易在公司走到这一步 实在不能放弃啊 你也是女人啊 你怎么能这样逼我呢 文言 叶景盟有点慌了 什么逼你辞职生孩子啊 这不是你自愿的吗 这是咱们今晚回家再说 嫂子你别在这打扰我们上班了 我不管 你不答应我就不走了 这时叶景盟的领导也被惊动了 她皱了皱眉 问道 小叶 这是你家亲戚 有什么事你们回家再说 别在单位瞎胡闹 叶景盟瞬间换了妇产妹的嘴脸说道 好的刘主任 我让她马上离开 可我当然不会离开 我一把挣脱叶景盟 直接冲上去拉住刘主任 把刚才那些话又对她哭诉了一遍 然后我又记出了最后的大招 我直接打开婆婆去我公司闹的监控视频给大家看 并把声音开到最大 大家快来看啊 叶景盟她妈就是这么把我工作闹没的 叶景盟还说她妈闹得好 让我赶紧滚回家给她哥生孩子 说女人就该在家传宗接代 可她一边说这话 一边自己又在单位做着这么好的工作 真是双标 我听说她在单位还有个晋升机会 可千万不能让她生上去 她这种人要是生了上去 可太败坏你们单位形象了 看完视频 那位刘主任简直震惊住了 她都不敢想象还有这么无理取闹的人 而且她作为一个女人 能做到一个单位的重要领导 想必也吃了很多苦 很能体会我的心情 果然 刘主任失望地对叶景盟说道 我原以为你是个好的 有能力 会做人 还想等小元离职后 提拔你去她岗位上历练一下 可没想到 你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姑娘 思想这么迂腐 提拔的事 我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说完 刘主任便回了办公室 惹得叶景盟连我都顾不上 慌张地跟上去解释 刘主任不是这样的 目的达成 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叶景盟 就让她独自面对同事们一样的目光去吧 从她单位出来后 我又如法炮制去公共单位闹了一通 至此 我心里的那口恶气 才算是彻底出了 然后 我拿着叶景盛的卡 狠狠地消费了一通后 才慢慢悠悠地满载而归了 一进家门 我就看见叶家众人 正怒气冲冲地等着我 婆婆率先骂道 你个杀千刀的 你怎么敢跑到 你爸和景盟的单位去闹 我冷笑一声 都是跟妈学的 叶景盟气炸了 我妈去你公司 闹你找我妈去啊 你去我单位闹什么闹 你知不知道今天被你这么一闹 我下半年的升职 都要泡汤了 公共也气得面色通红 我早知道 你不是个省心的 果然没看错 你这种儿媳妇 我们叶家销售不起 你给我滚 滚 我还求之不得呢 当初我和叶景盛结婚的时候 就商量过要搬出去住 是公婆死活不愿意 非要跟他们儿子一起住 这才没搬成 既然公公这么说了 那我当然恭敬不如从命 可一旁的叶景盛 赶紧拉住我 跟他爸呛声 爸 你说什么呢 下下是我老婆 你怎么能让她滚呢 你们要想赶她出去也行 那我也跟她一起滚 反正下下 再拿我就再拿 说完 叶景盛就要和我一起收拾东西 婆婆顿时急了 景盛你这是干嘛呀 为了一个女人 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 再说了 今天这事的确是你媳妇做错了 我们还不能骂她几句 可叶景盛心里跟明镜似的 要不是你先上下下单位去闹 爸和景盛还火上浇油 他至于去闹你们吗 你看 我没做妖 他就没来我公司闹 下下是最讲道理的 听见她的话 我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要不是因为和叶景盛 相爱多年 这么奇葩的一家子 我早甩手走人了 此刻 叶景盛还在为我撑腰 你们如果要赶下下走 那我也跟着一起走 等以后我们真在外面安定下来了 那我们可就真不回来住了 这话一出 公婆瞬间熄火了 毕竟他们此生最看重的 就是叶景盛这个儿子 而且叶景盛向来主意大 从来不受他们拿捏 没办法 公公只好妥协 让我不赶她走也行 她必须跪下来 跟我磕头认错 否则我是不可能原谅她的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一定要我磕头认错 没得商量 行啊 我往沙发上一坐 敲起了二郎腿 如果妈能先跟我磕头道歉 那我就跟您磕头道歉 文言 婆婆惊呆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 居然敢让长辈给你下跪磕头 你也不怕折瘦 那就没得谈了 我好心提醒他们 今天这么一闹 才算刚刚开始 反正以后我不上班了 我有的是时间 我天天上单位闹去 直到爸和景梦被开除为止 夜景梦是真的有点怕了 怒吼道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今天不就闹得很好吗 文言 夜景梦气得想上来挠我 却被夜景盛拦住了 我躲在他身后 继续火上浇油 啊 对了 还有你们家那些 在妈面前煽风点火 对我阴阳怪气的 亲戚的工作单位 我也会一家一家造访的 你放心 嫂子绝不厚此薄彼 婆婆急了 咋地 你还想去我们亲戚家的 工作单位闹啊 你个婆妇 过奖 过奖 这都是跟妈学的 不过婆婆 不知想到了什么 突然恶意满满地笑了笑 行啊 那你去闹呗 我看你明天闹得动不 看她那样子 心里肯定打上了什么坏主意 没关系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我就不信我还斗不过 她这么一个糟老婆子 第二天一大早 家里来了两位客人 分别是夜景盛的大姨和大姑 这俩跟婆婆可以说是臭味相投 婆婆能把我逼得这么紧 也少不了他们在背后煽风点火 见我一出房门 大姨率先阴阳怪气起来 哟 下下睡到这个点才起来呢 也不知道早点起来 帮你婆婆做点家务 大姑接话 就是要放到我们以前那个年代 媳妇要敢这么懒 早被婆婆抽大嘴巴子了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仨 那要不你们抽我一个大嘴巴子试试 他们当然不敢 自从我跟夜景盛结婚以来 就从来不惯着他们 三人自觉被下了面子 赶紧接过这一茬 婆婆阴阳怪气地笑道 你不是想去别人单位闹吗 今天我就跟大姨和大姑守着你 你到哪我们到哪 我看你咋出去闹腾 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呀 以为只要看住了我 我就闹不了了 我也很配合地表现出了失望 然后愤愤地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大姑讽刺道 年轻人别以为自己有几分本事 就能到处拿捏别人 跟我们斗 你还嫩着呢 我敷衍地点点头 嗯嗯 大姑说得对 这么一说 三个老太婆还以为我怕了他们 纷纷指高气扬起来 但很快 他们就扬不起来了 因为没过多久 大姑的手机就响了 大姑电话一接起 男人暴怒的吼声 就从他的山寨机里 如雷贯耳地传了出来 李运秀 你死哪去了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去掺和你弟家的事 你怎么就不听呢 人家儿媳妇生不生孩子 管你什么事啊 你还上人家家里去 看管人家 你知不知道 景盛他媳妇刚找了两个人去我公司闹 让我去他家救救他 说他被你们三个老太婆绑架了 要报警呢 大姑瞬间慌了 什么绑架呀 我就上我弟做客而已 哪有那么严重啊 我管你是什么 你现在赶紧给我滚回去 老子单位今天刚好有领导来视察 就撞上这档子破事 我被人指着鼻子 骂了个狗血淋头啊 今晚回去看 老子不揍死你 你个不省心的玩意儿 赶紧给我滚回去 大姑父年轻时 托关系在事业单位弄了个职位 这辈子就靠谨言慎行 在单位狗着呢 好不容易快光荣退休了 结果差点晚节不保 自然生气 大姑挂了电话 气得对我破口大骂 大姨也在一旁帮腔 谈下你也太不厚道了 居然还找人上人家单位闹 我劝大姨别急 很快就轮到你了 文言 大姨吃笑一声 你少吓唬我 我跟你姨父可不上班 你有什么可闹的 可我听说您儿子今年刚考上公务员呢 刚才还一脸讥讽的大姨 脸色骤然变了 你找人去我儿子单位了 他话音刚落 电话就响了 是他儿子的电话 电话一接起 他倒霉被卖个狗血淋头 但看他的脸色 估计也被儿子狠狠埋怨了一通 我好心提醒他们 只要大姨和大姑 以后别再掺和我们家的事 我就不会再去闹你们了 但你们要还在我家指点江山 我向你们保证 你们丈夫和儿女的工作 一个都别想好 这下子 大姨和大姑都投鼠忌气 不敢再多嘴 纷纷找借口离开了 这可把婆婆气坏了 你个黑心肝的 居然下手这么狠 真是最毒妇人心 哟 妈急了呀 这不都跟您学的吗 我知道妈很急 但我劝妈还是先别急 好戏还在后面呢 说完这话 我回了房间 然后给大姑父和大姨的儿子 发了感谢信息 事实上 今天我没找人 真去闹他们 只是找人去了他们公司 给了他们一人一千块钱 让他们配合我做戏 并保密 以后我有这种好事 还找他们 他们欣然同意了 毕竟 我也不想殃及无辜 晚上 我把家里所有亲戚 都拉进了一个群 然后把事情始末 都在群里说了 并且 我告诉大家 因为我现在没了工作 我会天天找人上 大家的公司闹去 拿了我好处费的大姑父 和大姨儿子 也在群里配合我 说今天他们 被我害惨了 差点被领导骂到开除 这下群里炸了锅了 纷纷对我破口大骂 说我丧心病狂 没有理智 殃及无辜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可是 我公公婆婆婆和锦梦 都说这是对的呀 要怪你们 怪他们去 反正只要我一天没工作 你们叶家所有人都别想工作 大不了鱼死网破 这下群里更沸腾了 虽然群里对我的骂声 还是很多 但对公婆的埋怨声 也渐渐多了起来 然后公婆的手机 也开始响个没完 估计都是那些亲戚打来的 听着公婆焦头烂额地 应对那些亲戚 我心里爽得很 倒是叶景盛 见他爸妈被逼到这份上 有点心疼了 吓吓 做到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反正你也不是真的辞职了 我倒想收手啊 可你不觉得 你妈妈欠我一个道歉吗 她那天来的时候 我刚送走一个大客户 这要是她来得再早一点 说不定我的订单 就直接被搅黄了 这个损失 足以让我从 副总职位的竞争中 一败涂地 文言 叶景盛也明白 我说的是事实 没再说什么 只是婆婆很快就顶不住 来自亲戚们的压力了 在第二天 大家都出去上班后 她不情不愿地 来跟我道了歉 吓吓呀 那天的事是妈不对 妈跟你道歉了 至于你想出去上班 就去吧 以后你可别 那么冲动 去别人单位闹了 见达成目的 我也就见好就收了 毕竟她是叶景盛亲妈 我也就不成胜追击了 经此一次 彻底断了 婆婆让我在家 当生育机器的念头 可我没想到 恶毒之人的心 永远不会因为 被人拿住了七寸就改变 他们只会按兵不动 找其他的办法 继续使坏 回到职场后 因为没了婆婆 每天碎碎念那些破事 我干起工作来 更起劲了 手里的业绩 直接甩了跟我竞争 副总的人一大截 就当我以为 副总是我的囊中之物时 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那天在公司大会时 我汇报工作时 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当着所有人的面 干呕了起来 并且是连续干呕 状态很不对劲 眼尖的女同事见了 惊讶到 谭总监不会是怀孕了吧 这话让我直接变了脸色 我强撑住精神敷衍了过去 但事后一想 这个月的月经 似乎已经推迟了很久了 回家我用验孕棒一验 居然是怀孕了 看到这个结果 我呆住了 我和叶景盛 每次都做了避孕措施 怎么会怀孕呢 这不可能 叶景盛见我发呆 问我怎么回事 然后他看了一眼 我手里紧紧攥着的 验孕棒 瞬间惊喜道 夏夏 你怀孕了 他瞬间开心地 将我抱在怀里转圈 老婆 我要当爸爸了 这动静 直接惊到了在客厅的婆婆 他赶紧围过来 什么 夏夏怀孕了 太好了 老头子 你快来呀 咱们叶家有后咯 当叶家人都沉浸在欢声笑语中时 我醒过神来 难难道 我们做了错失 怎么会怀孕呢 叶景盛高兴道 避孕套的避孕概率虽然高 但也有怀的可能性 大概是意外吧 这是天意啊 老婆 就是啊 夏夏 你和景盛 也老大不小了 也该生个孩子了 婆婆高兴地劝道 不 这个孩子 我不能生 叶景盛 明白我的意思 笑容将在脸上 老婆 我知道你为事业付出了很多 我也是全力支持你的 可是 既然孩子意外来了 你真能忍心 把他打掉吗 这可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你真的要放弃他吗 被他这么一说 我也有点犹豫 毕竟我跟他真心相爱 也并不排斥生下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而且叶景盛知道我看重事业 婚后也一直支持我 从未干涉过我 避孕没怀上就算了 可真要是意外怀上了再去打掉 叶景盛不能接受也正常 左右为难之际 我只好先熄了火 说我要考虑一下 看到我态度软化 公婆都松了口气 他们还真怕我去把孩子打掉 晚上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 如果放弃晋升 我不甘心 可如果放弃孩子 我和叶景盛之间的感情 也注定会生出一道裂缝 并且 我将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我好像 也对肚子里的小家伙 有些不舍起来 毕竟我一直是喜欢孩子的 也打算在事业稳定后 和叶景盛生两个孩子 只是没想到 孩子提前来了 在我纠结之际 叶景盛突然兴冲冲地 把我拉起来 老婆你看 我已经把你的怀孕计划 帮你做好了 什么 叶景盛拿出手机给我看 你看哪 怀孕的妇女 只要身体素质好的话 一般可以上班上到 三十七周左右 我保证 在你怀孕期间 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不让你有其他的后顾之忧 你就可以边怀孕边上班 等你生完孩子 只需要做四十三天的月子 等身体恢复好 就可以继续去上班了 至于孩子 我妈可以带 或者你不放心的话 我们可以请个金牌月扫 科学育儿 总之 你只管生 其他的一切 老公都帮你安排好 这样 你只会耽误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在职场上继续加油了 可以吗 老婆 文言 我心里也软了不少 从恋爱到结婚 叶景盛一直是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 所以他保证的事情 基本上都能做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许我能考虑留下这个孩子 可是我没想到 这个孩子的到来 根本不是一个意外 第二天周末 叶景盛陪我去医院做了个产检 检查显示 我的确怀孕了 胎儿一切良好 叶景盛高兴坏了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我 老婆 那我们可以留下他吗 我看着那张臂抄报告 心也彻底软了 那就留下吧 太好了 谢谢你 老婆 叶景盛高兴地抱起我转圈圈 要不是顾及我有孕 估计能把我抛起来 可当我们一回到家 就听见婆婆在阳台上 打电话的大嗓门 她沉浸在和亲戚的炫耀中 丝毫没听见我们的开门声 你说说 谈下之前闹得那么厉害 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我拿捏了 她做梦都想不到 她俩用的避孕套 全是被我扎破的 这下她怀上了 我儿子肯定不能让她把孩子打了 哼 女人本来就应该生孩子 偏偏她要跟我对着干 我要真想治她 她还躲得了啊 我吃过的盐 可比她吃过的饭都多呢 听见这话 我气得浑身血液都要凝固了 叶景盛也反应过来 不敢置信地上前责问 妈 你怎么能这么做 被突然打断 婆婆也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发现我也在 瞬间不自在起来 吓吓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冷笑一声 在你说我俩的避孕套 都是你扎破的时候 叶景盛也想不到 他妈会使这种卑鄙招数 此刻难以置信地说道 你明明知道 下下有多看重自己的事业 你也什么还要这样做 当着我的面 被自己儿子这么骂 婆婆也炸了 我为了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你敢说你知道 谈下怀孕的时候 你不高兴吗 你可比谁都高兴 现在既然谈下都怀了 你们就别计较了 反正有都有了 总不能还打掉吧 说完 婆婆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仿佛是在嘲讽我 你要真敢把孩子打了 先不说我 谨慎就能跟你离心 他自从知道你怀孕后 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跟你结婚后 也一直在我面前护着你 对你好 你为了工作 现在不想生孩子 但总不能连丈夫都不要了吧 这个孩子 你给我叶家生定了 原来 婆婆打的是这个主意 我气疯了 看我心气不顺 激动的样子 叶景盛吓得不行 赶紧喝止婆婆 好了吗 你别说了 下下才刚怀上 她还不稳呢 说着 她赶紧扶住我 把我带回了房间 然后疯狂向我道歉 对不起 老婆 我也不知道 我妈会做这种事情 你要是心里有气 都冲我来吧 我冷笑两声 心中依旧暴怒 冲你来 有什么用 又不是你把套扎破的 说完 我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个孩子 不能留了 什么 叶景盛惊呆了 可是老婆 我们刚才不还决定 要留下她吗 可我要留下她的时候 完全是因为爱你 并且我也不知道 我怀孕是你妈搞的鬼 见我愤愤不平 叶景盛赶紧劝道 老婆 你听我说 这件事 的确是我妈做的不厚道 我也是一直支持你事业的 所以之前 也从没计划过 现在就让你怀孕 可是 既然意外已经发生了 这个小生命出现了 我们为什么 不能留下她呢 我讽刺地看着叶景盛 对啊 意外已经发生了 为什么不能留下她呢 你妈就是这么想的 她就想用这一点来拿捏我 所以 就算被我们发现了 她做的恶心事 她现在都有恃无恐 因为她知道 你一定会叛变 这就是你们叶家人的 行事作风 呵呵 我还真是鸣骚一躲 暗箭难防呢 叶景盛被我刺的脸上 清一阵 白一阵 嘴角捏如了几下 却说不出话来 最后 她失望地看着我 所以这个孩子 你决定要放弃她了是吗 是 我会放弃她 我要让你妈知道 让你们叶家人知道 什么叫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第二天一早 我就去医院预约了流产手术 手术很顺利 因为孩子月份小 所以对身体的伤害 也降到了最低 手术后 我回了烫叶家 得知孩子没了的消息 全家人都惊呆了 尤其是婆婆 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撒泼 哎呦 你个杀千刀的 居然还真把我大孙子给打了 你个黑心毒腹啊 我看着她的表演 继续扎心 本来我都打算生下这个孩子了 是你迫不及待地跟亲戚炫耀 说你拿捏住了我 让我知道怀孕是你搞的鬼 明明自己坐尽了恶 你又在这哭诉什么呢 闻言 婆婆自然不想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开始转移矛盾 冲叶景盛说道 儿子啊 你看看你娶的什么媳妇 孩子都不愿意生 你跟他离 我看他离了 你能落着个什么好 而叶景盛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伤中 根本不管他妈说什么 但叶景盛对我怀恨在心 这时候也尚赶着送人头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根本就不配当我嫂子 我挟了她一眼 轻描淡写道 有你说话的份吗 要不是因为你是叶景盛她妹 就你这种档次 一辈子都进不了我的圈子 不过无所谓了 我跟你哥要离婚了 以后可别再让我见着你 我嫌晦气 闻言 叶景盛终于回神了 离婚 什么离婚 我把包里的离婚协议拿出来给他 我们离婚吧 虽然做出这个决定 我也很痛苦 但的确如婆婆所说 如果我把孩子打了 叶景盛心里势必会留下一道心结 即便我们强行维持着这段婚姻 也会永远如梗在喉 不再亲密无间 时间长了 我们的爱情会被消磨得所剩无几 最后依然会落到离婚的下场 说不定还会反目成仇 互相怨恨 若是这样 还不如早离早轻松 起码还能留下一点美好的回忆 可叶景盛却不这么想 他愤怒地撕毁了离婚协议书 谁要跟你离婚 我不离 婆婆气得垂胸 都这样了你还不跟这个女人离呀 你是要气死妈妈 你这个不孝子啊 妈 你闭嘴 叶景盛突然暴怒地吼了一声 将全家人都吓坏了 他红着眼眶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 妈 你还要推卸责任吗 要不是因为你 下下能意外怀上孩子吗 怀上就算了 他都打算把孩子留下了 又是因为你 让他把孩子打了 孩子没了 我是很失望 但我没怪过他 他在结婚前 就跟我说得明明白白 他没打算这么快要孩子 反而是你们 一而再再而三地逼他 这下好了 下下被你们彻底逼走了 行 我就跟他一起走 这番话是我始料未及的 昨晚我看叶景盛那么失望 的确以为他在怪我 可是没想到 他居然为了我要跟他爸妈决裂 公公赶紧拦他 景盛你疯了吗 为了一个女人 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 是我不要你们的吗 分明是你们逼我的 下下那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嫁到我们家为我受尽了委屈 我也说了你们无数次 可是你们非但不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既然你们这么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还有必要顾及你们的吗 然后他转头对我说道 下下我们不离婚 从今天起 我们搬出这个家 再也不回来了 搬出叶家后 公公婆婆来找过我们无数回 但叶景盛都不为所动 我被他的坚持和深情所打动 还是舍不得跟他离婚了 毕竟我们也是从校服到婚纱的爱情 那么多年的感情 我也舍不得 后来公婆实在没办法 又扬言要去我公司闹我 结果直接被叶景盛对了回去 说他们如果敢去闹得我丢了工作 他就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夫 把公婆气得半死 最后闹头了近一年 实在没办法 公婆只好跟我道歉 求我们回去 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作妖了 可我已经容生公司副总 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谁还稀罕跟他们一家 奇葩柱啊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好